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即使本人早就离开了总统位子 搬出白宫 但特朗普的热度依然非常能打 这当然要感谢他那毫无遮拦的大嘴 其次也是因为他个人极富话题性的种种八卦 前段时间 特朗普的第一任前妻伊万娜出了意外 摔下自家楼梯不幸离世 在另一边 特朗普仍然在各种竞选场合大刷存在感 还有不少美国人热切期待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两边一对比 真是有一种人生无常的感觉 也由于特朗普相关的新闻热度居高不下 他当年年轻时与几任妻子之间分分合合的风流运势 也都免不了被人翻出来 而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任妻子 他曾被赞誉为特朗普最美的妻子 一头金色的卷发 配上高挑迷人的身材 是全美男性梦寐以求的女神 可是他同时也是特朗普最痛恨 最不愿提及的女人 他不仅强势上位 挑衅原配 搅黄了特朗普的第一段婚姻 而且还用生米煮成熟饭来逼特朗普结婚 甚至后来还当着丈夫的面和保镖 你浓我浓 给特朗普扣上一顶戴颜色的大帽子 以至于最后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连女儿都惨遭波及 作为美国前任总统的前任夫人 马拉·梅普尔斯在社交平台上有数十万粉丝 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粉丝量 却并非因为马拉是特朗普的前妻 而是因为马拉是个美女 十足的成熟美女 哪怕她已经年尽花价 2021年1月 马拉在美国滑雪圣地 位于科罗拉多州的阿斯鹏滑雪场滑雪 并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自拍 这张照片随后被疯狂转载 并进入许多人的社交软件中 瞬间点燃半个美国 而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应 只因为这张照片中的马拉实在是太过性感 太令人血脉膨胀难以自持了 只见在那张照片中 马拉身着一件黑色的开放式吊带泳衣 泳衣上半身拥有若隐若现的开叉 胸口呈深微型 泳衣下摆紧紧遮住大腿臀腺 在这件露骨的泳衣外 马拉大片的雪白皮肤暴露无遗 映衬着背景中的矮矮白血 更显得她皮肤娇嫩身材较好 一点也不像是一个58岁的老妇人 倒像一个外出摆拍的名模网红 少女一般火辣性感 美丽迷人 作风开放 热情向上 风韵游存 这就是马拉的粉丝喜欢她的原因 而且马拉的照片中 她总是面带笑意 除了阳光自然之外 还偷着一丝难以捉摸的贵气和风韵 令人不能自拔 而事实上 马拉之所以一举一动 都带着迷人的贵气 除了她自身修养得当以外 她良好的出身和家庭教育 也与此不无关系 马拉的父亲是一位地产大亨 而马拉之所以美丽大方 则源自于她的母亲 是一位卓有名生的名模 如果说马拉身上的贵气 源自父亲的财力和教育 那么马拉身上的贵气与美丽 则应该是遗传自她的母亲 有着爵士美貌 当然要好好利用 所以早在马拉学生时期 就曾在去夏威夷州游玩度假的时候 参加了夏威夷州小姐海滩选美的比赛 当时马拉参赛 纯粹指当时玩玩的心态 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音 她过于完美较好的身材资本 一下子就博得了评委的眼球 她在那次比赛中的名次很高 她也因此在声名不显的时候 就在全美火了一把 马拉在校期间曾经谈了几次恋爱 但都无疾而终 因为她在西北维特菲尔德高中的同学们 虽然也都是非富极贵 潇洒多金的公子哥 但大多幼稚又无聊 许多人看上的除了她爹的钱 就是她的好身材了 因此她对好几任男朋友的感觉都是没有感觉 这让她急于渴求一位能够打动自己 让自己乐于其中的男性 而就在1989这一年 马拉遭遇了一生中第一个 令她不惜倒追的男性 唐纳德·特朗普 1989年26岁的马拉 通过一场滑雪圣地的社交活动 认识了当时才华横溢 且在商场上着有声名的年轻企业家 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当时的特朗普已经43岁了 但是比她小17岁的马拉 还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金发碧眼 贪图幽默的中年大叔 爱情的火花总是不期而遇 迅速燃烧 火势令人心惊胆战 当马拉知道特朗普是一个有妇之妇 并且她跟妻子伊凡娜的婚姻 已经持续了13年 而她的第一个想法不是知难而切 反倒是应难而上 年轻气盛的马拉实在是令人心悸 因为她追求特朗普向她施爱的方式 不是什么花钱月下的唯美浪漫 也不是什么酒后失言的巧事心机 而是十分刚烈果决的 先把特朗普睡了 再上门踢馆 马拉跟特朗普一夜欢愉之后 第二天直接前往阿斯鹏的滑雪场 约见了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 伊万娜 一见面 马拉就直接把她昨晚与特朗普的一夜欢愉 给伊万娜会声会色地讲了一遍 宣告自己与特朗普关系坐实的同时 也是在一遍一遍瓦解着伊万娜的心房 后来伊万娜不得不妥协 她也曾当面质问过特朗普 为什么要背叛婚姻的忠诚 但特朗普在短暂的下半身思考以后 在红粉骷髅与半老徐娘之间 还是选择了红粉骷髅 最终伊万娜对特朗普的态度彻底绝望 在经历了四年的分居生活后 两人在1993年协议离婚 孩子归伊万娜 而同时带走的 还有2400万美元的夫妻资产 特朗普前脚跟伊万娜离婚 后脚就跟马拉把婚事办了 而两人婚礼的举办地点 正是当时属于特朗普名下资产之一的 美国著名国宾酒店 广场饭店 为了增添婚礼的氛围 特朗普发动关系 请了1000个宾客来见证这场婚礼 其中包括知名企业家 州长 议员 企业主 大富翁 还有银行家 明星 1000人的管理宾客的豪华名单 再加上广场饭店这样一座酒店 来当作婚礼场地 足见特朗普对马拉的真爱有加 那当是宠上天了 但是 马拉却没有珍惜这样的偏爱 因为她对于特朗普的爱很快就燃烧殆尽了 换句话说 她对特朗普玩腻了 于是乎 趁着特朗普忙于挽救自己日益缩水的资产 而无暇顾忌她的时候 她又与特朗普的保镖 一位英俊年轻而又身强力壮的成熟男性 多次约会 谈情说爱 并滚上了床单 马拉给特朗普戴了帽子 让特朗普在遭遇了资产危机的同时 新的婚姻也即将破裂 成了全美的笑柄 特朗普因此恼羞成怒 跟马拉离了婚 却只肯给100万的婚姻财产 就把她赶出了门 而一段婚姻草草结束后的马拉 并没有任何的不开心 她就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一边到处旅行 一边继续在寻找着新鲜的 能让她心动的男性 为此 她一边流连于世界各地 一边期许着一场走心走肾的心动艳遇 她会在地中海的海滩跟中东帅哥热吻 也会在热纳亚的丛林中与壮汉流连 在非洲的草原上享受全身心的日光玉 也会在好望角的帆船上穿着短裤做瑜伽 并拍照记录 上传至推特 来向世人展示她的美丽与慷慨 一如她在大学时候最钟爱短裤 最喜欢展示自己的一双傲人长腿 不过 她和特朗普的女儿蒂夫尼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 特朗普的孩子们个个都很优秀 但之所以不被父亲喜欢 就可能是特朗普把对玛拉的恨意转到了女儿身上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 玛拉是不幸的 她把一个女孩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特朗普 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她是值得怜悯的 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这也算因果报应 她是自讨苦吃 玛拉在挑衅完伊万娜的时候却不曾想过 眼前的这个男人可以为了自己抛弃前妻 以后也可能为了别的女人抛弃自己 这就是玛拉的目光狭隘 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现在的她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只希望上一代的恩怨别在孩子们身上延续了 有些人天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话用来形容玛拉简直在合适不过 细数她的一生含着金钥匙出生 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母亲的言传身教 却长成了一个叛逆不羁的性格和霍乱众生的美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镇C Chrに磨 Eddie 撑克chau